2分钟亿美元霸总短剧席卷海外 有媒体报道 2023年北美热门短剧之一当属中国制造 不同的傅先生相同的经手指 不同的外壳相同的开挂人声 实际上现实里的爽文亦不在少数 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富豪不乏豪门女婿出身 浙江温州一农村小伙就靠着有钱老婆实现了草根逆袭 她叫做张文杰小张 她的岳父做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端鞋类制造鞋 是多个奢侈品牌的中国代工厂德赛集团 年产鞋800万双 实力可见一斑 那小张是怎么被她岳父实众的呢 2006年互联网在我国萌芽 张文杰嗅到了机会 毅然决然辞掉了安稳的工作 负债开启电商创业之路 好在努力没有白费 两年时间将店铺做出了百万营业额 也正是得益于此成绩 经朋友介绍张文杰成了德赛集团的电商顾问 并且与董事长女儿结缘 成为了人人羡慕的百亿女婿 据传当时就连婚礼上的红酒都是岳父出钱 这天降的富贵 对于一个有报复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美味 财富差距带来的憋屈不言而喻 所以张文杰憋着口气等待时机证明自己 18年张文杰初次试水抖音平台 计划以搞笑类剧情获取粉丝转换带货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重拳 十个月的努力换来的是上百万的亏损 好在他并未一蹶不振 2020年大流行席卷全球小张决定再博一博 亲自上阵 写脚本拍抖音搞直播每晚复拍 坚持了七个多月 终于迎来了德赛男鞋的第一个爆发点 随后张文杰带领团队猛攻产品 打造了黑科技男鞋 保留了头层牛皮的材质 新增三密度工艺和足弓支持的碳纤维板 保护脚踝和膝盖 孵化出了新型耐摸鞋底 Linksform并且承诺 两年磨损1.5毫米免费换新 这样的胆量和魄力也是这个豪门女婿成功的原因 目前实现年营收三个亿 顺利推动德赛男鞋从工厂化迈向了品牌化 说到底 富豪女婿只是开始 后续还需要个人努力 毕竟自古套路留不住 唯有实力得人心 后续练买